俄勒冈州 为了和瀑布自拍 伯克莱加大法律博士 失足坠崖 Douglas县陷阱宣布 仍在搜索两日前不幸跌下悬崖的 一名游客 正在伯克莱加大攻读法学博士的 Brian Loyston Brian Loyston今年23岁 他在星期日到位于 俄勒冈州南部的 Ampqua国家公园玩耍时 意图拍一张和TalkTee瀑布的近照 于是跨过了护栏 不慎失足跌落悬崖 当局表示意外地点 地势非常高 而下面水流湍急 怀疑他已经不幸身亡 根据Louis Stein的账号 他预计2020年5月毕业 就读公共利益和社会公益学 暑假他在伯克莱市的 东湾社区法律中心实习 天下卫视记者陈鸿佳报道